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来TBS新闻大白话 大家在关注俄乌战士的同时 其实世界上很多的聚焦 一直都认为台海也很危险 甚至现在越来越危险 但是周边的国家里面 其实各个地方好像都一触即发 有各种的军事危机默默的在酝酿当中 比方说日本最近配合着美国的步调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军事举措 那么也特别的强悍 那么尤其最新的消息是 为了提防中国 日本准备在鹿尔岛这里 部署8架美军的无人侦察机 加强西南群岛的防卫 这一块地方对于日本来说 它这个可以代表长制空时程 一万公尺以上 高海拔接式能力 就在这周边帮美国要看着中国吗 那么6月1号当然四艘中国的舰队 通过鹿尔岛 让进入太平洋这个过程当中 日本当时派出的是什么 云号 高坡号 还有一架P1的巡逻机 参加环太导弹射击等训练 因为现在正在太平洋的 这个环太军演当中 在夏威夷 所以在进行当中的过程当中 日本是高度配合 不断的不管是该有的军舰 或者是巡逻机 全部都在配合 这一刻在这个南海的海域地区 引起了很多的关注 这个难道是所谓中国 最关心的一个可能危机的地方 那么美国也要赶快来加强 跟日本一起来做防备跟围堵吗 那么当然美日现在的合作 手牵手是越来越密切 甚至是破天荒的 美日经济外交2加2会议 7月就要登场了 而日本好像出头天一样 非常的重视 那么走出了主体外交 日本甚至扩大跟北约的合作 联合对付中国 理论上北约当然跟 这边亚洲国家日韩无关 但是日本去参加 而且日上岸田文雄 更是第一个例子 要出席北约峰会G7开到昨天 我们台湾时间昨天 但是马上就要成立 日本版的CDC吗 那么日本当时专家说 中国军力缺透明之下 日本参与北约峰会 会应对中国的威胁 所以日本当然跟 俄罗斯相关的关系 很远为了中国而来 所以中国的官媒 新华社就评论了 配合北约去祸水东引 日本是用心险恶 痛批日本的做法 岸田文雄配合美国的安排 不顾邻居感受 欣然接受邀请 高调宣布附会 甚至扮演美国的马前竹 充当美国在亚太拓展 霸权的机先锋 参投保 那么日本跟北约 一个是军国主义 英魂不散的亚太国家 一个是作为 美国霸权主义工具的 最大军事组织 那么结论是什么 反正结论就是 日本最终会为此付出代价 但是要付出什么代价 中国会做什么 其实这个大家都在看 但是其实目前所看起来 包括了G7上面的 所有的结论 公报上都是冲着 很多是除了俄罗斯以外 再来就是冲着中国而来 其中关切台海和平 鼓励和平解决争端 都是要跟中国喊话 那么也对于中国 有很多的不同的结论 而当解放军入侵台湾 这个是美国智库的 一个专家所说的话 他分析 美国企业不会撤出中国 如果当解放军两岸之间发生 军事冲突的时候 企业不但不会撤出中国 而且有两点会让台海战士 关注度会不如俄乌战胜 也就是说我们被打的话 不像乌克兰会被重视 为什么 美国人分析是说 因为除了企业之外 不会撤出中国 还有台湾缺少像泽伦斯基 一样特质的领袖 所以是谁有机会 我们有吴宗宪 吴宗宪 这该怎么接话 吴宗宪 我也不知道 新北市有一位吴宗宪 台海战争受关注 会不如武战 缺少了一个 泽伦斯基的精神领袖吗 谁可以感觉苏贞昌 会极力地争取这样的角色 现在回头 如果以历史来看历史 823炮战 就是发生在1958年的8月23号 当时真的中美会轻易冲突 以当时毛泽东他的做法 他对于美国 虽然说要协防台湾 要帮助台湾中国国民党 跟他们呼救之后 跟老蒋呼救来 结果当时毛泽东 就宣布一件事情 内部要求 叶飞是解放军上将 当时要求直打蒋舰 不打美舰 那都会拿到 如果美舰开火的话 要不要还击 结果毛泽东回答是说 没有命令 不许还击 这重点在哪里 当然就是不希望跟美国 直接散开冲突 当时如果他在其他区域 不管是中东或其他地方的军力 在部署当中 不要分心过来 对于他来讲 是比较有好处的 那么甚至美军协防台湾司令的 史木德也说 不许美国的军机船舰 向中国射击 好像是有个默契的 这样的感觉在上演 而过去在历史上 美奖的海军联合编队 本来是有编队进到了金门的 结果当炮弹一射击 开火 结果美舰掉头就走了 有要坚持登陆也没有 就当然各自有各自的算盘 都认为双方如果一战 会引起更大的争端 都在一个停损点里面就停了 那么再来 我最新一个消息是说 新型的步雷艇投古董水雷吗 美国媒体报导说 台湾好像用百年前的NK-6 去阻挡解放军 也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新的步雷艇 但是用的水雷是什么 古董级的 当然没办法 海军事定部解释是说 因为比较老旧的部分 新水雷射机密不能公开 但我们能采购的 我们能买的 其实也就是这样 这也不取决在我们 这当中就当然台海 日本的角色 都一直在最近以来 好像蠢蠢欲动的 有一些风险 不断的在上升当中 教授 我先从你后面开始分析起 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水雷 台湾以前 比较没有考虑布水雷 因为台湾的 台湾是一个海岛型的 所以我们的海上交通性 很重要 我们比它着重的能力是扫雷 也就是说 如果解放军 对我们的港口布水雷 我们要把它清扫 然后让我们的商船 能够进出 所以当时我们的比较着重 是在于扫雷 蔡英文上来以后要布水雷 布水雷是两面阵 你自己布了以后 你的船也出不去 也进不来 对 台湾本身没有办法 自给自足 就会出问题 像这一次乌克兰 不是第一时间 就在奥特萨 外面布水雷 结果造成他们的 这个古物船 就出不去了 这是事实 少了也花了很多时间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 你可以清楚的知道 这个美国的弹头学者 出了收主意 蔡英文竟然照单全收 这个简直是荒天下之大吉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个你谈到1958年 1958年的时候 美国有核子弹 中国大陆没有核子弹 美国跟台湾有签 正式的协防条约 就是军事同盟条约 而在那个时候 毛泽东就是要去测试 美国对于台美的 正式的协防条约 他本身的承诺 这是法律文件 他的承诺是不是建筑盘式 会执行到哪里 对 就是在测试 所以那个炮战其实是在测试 台湾很多的分析家 犯了很大的严重的错误 因为金门跟台湾的战略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一点关系没有 都是胡说八道 但是为什么要有这个炮战 就是要测试你美国 协防到什么程度 结果一下子美国就破功了 彻底线 对 各位观众朋友 当时美国有核弹 大陆没有 有正式的协防条约 台湾跟美国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然后美国都不敢执行 现在中国大陆有核弹 而且有很多核弹 而且还有三维一体的打击能力 而且整个经济体 在凭准购买力 已经比美国还强大 然后再加上 中美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台美没有外交关系 您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还会坚坐盘石吗 在那个时代都没有坚坐盘石了 在现在这个时代会坚坐盘石 那是鬼才相信 所以你就知道相信的就是鬼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 安倍晋三我们要问的就是 安倍晋三到安庭文雄 日本在玩什么 日本这样做一定有他的目的 目的在哪里 我觉得两个 第一个就是日本在亚洲 在过去他是美国的代言人 所以美国的化身 因此他代表美国在亚洲 维持一个除了美国是最高的影响力以外 第二位就是日本 现在在整个亚洲地区里面 中国大陆不但取代日本 而且也取代美国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中国 这样的情形下对日本来讲 一直要努力抢回这个地盘 所以日本这段时间这么的积极活跃 其实这个是他的动机之一 第二个在哪里 他就要透过这样的一个 跟中国大陆在军事上紧绷对抗的情形下 制造日本国内的这种危机感 这个操作手法就跟民进党 在台湾的操作手法一样 日本这样操作手法的目的在哪里 要去压制日本国内的 和平主义者的力量 就好像我们在台湾 我们主当九二共识的 其实我们就是和平主义者 我们这个主当九二共识的和平主义者 当时国民党退守了 坦白说是千不该万不该这样做 不然的话我们如果坚持得住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最大的和平力量 我们压制住好战的这些民进党分子 但是问题就在于 安倍晋三跟安庭文雄 他们现在就是要压制 他们国内的和平主义者 因为他们反对修宪 反对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 日本宪法第九条是 和平主义者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不能用武装力量 来解决国际争端 现在日本的军国主义者 就是想把这个第九条拿走 而日本的国内目前来讲 还是大部分是和平主义者 所以他们在坚强的抵抗 在现代的情形 安庭文雄跟军国主义的这一批人 就是要制造恐中 仇中 反中的 这种恐怖主义的气氛 然后要压制他们的和平主义的力量 然后去修改宪法 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 修改宪法要全民公投 在全民公投这个部分里面 日本的执政党 自民党 还是没有把握 所以他一直努力的要去刺激 刺激到一个程度 也就是发生在台湾的这种现象 翻转了这个选举的结果 同样的道理 他们希望能够发生在日本 我觉得台湾当时国民党 如果不要弃手九二共识 我们是最大的一股和平主义的力量的话 我觉得选举还不一定输 但是当你弃手 你就输到底 日本的和平主义者的力量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弃手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们的军国主义者 不能够修宪成功 到目前为止你看 他们的修宪一直推不动 就是因为 日本的和平的力量 还是比较大 也就是说 日本的脑袋清醒的人 比台湾的脑袋清醒的人 都很多 就没办法打上共识 讲到美国到底会帮台湾多少 过去在823炮战 我们听到郝博生在讲 我们单打双不打 或好几个精准涉及 几个军官都这样丧命 当时有一位刘义夫 他是时任国防部 新闻局的记者 他说看着我 我们的四艘运捕舰 被炮兵打 打得很惨 被中共的炮打 结果美国兵舰根本无动于衷 他们有来帮忙的 他说好像奉命 就是来金门参观 像观光客一样 在旁边看着而已 这是他当时的感受 任教授 所以到今天 如果真的台海 有任何的危机的时候 日本看起来 出动军机 现在还有联合巡演 这个协访起来 好像台海是他们重中之重 但真的美国会来帮忙吗 那个绝对不可能 因为823炮战的时候 有一件很有名的事情 就是美国只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劝我们老总统 放弃金门马祖 赶快撤回台湾 老总统的话火大了 讲说金门马祖的话 是我家乡 大家不要忘了 他是浙江人 一江山是在浙江 他一直是告诉我们 说他不承认 说是这个 当时大家讲法 他不承认 他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大家还有几百万人在台湾 就觉得要回去很有希望 当然了 后来我们都被骗了 这也是实话 但是我现在稍微谈一下 就是说 沿着这个赖老师的观念 就是沿到美国 日本 跟台湾这个父 这个爷爷 父亲 儿子 这个三子 这关系要稍微解释一下 这里面的话 因为你讲的情况 就日本的竭力的挑衅 是其实的话 他们犯了一个情况 就是说这一对 就是说 我再强调爷爷 父亲 儿子 之间的关系 从来没有这么融洽过 从来没有这么融洽过 因为呢 因为这从爷爷开始的话 就是基本上的话 就是在抗中 所以我觉得大陆面对的 修齐抵得陷阱是双重的 一个是全球的 另外一个是亚洲的 就修齐抵得陷阱里面 哈佛大学那个 艾利森教授他讲的观念是说 你原来那个霸权 遇到一个新兴的霸权以后 他觉得他位置不保 他就要想尽办法 把你这个新兴的 这个霸权给押住 那在全球的话 是美国在押大陆 对不对 在亚洲地区的时候 你不要忘了 日本人在押大陆 所以大陆遇到 是双重的修齐抵得陷阱 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 你要了解 日本本身 第一个不认为他有错 第二个 日本人认为他自己是欧洲人 日本人坐在寄生命里面 他觉得谈笑自如 他跟亚洲人在一起 他很不习惯 觉得你们稍微黑了一点 那就觉得我自己 虽然不够白 但是应该算是最白的 就是日本人 基本上他的心态上 还有日本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说 他不认为说二次大战 是败给中国 他是败给美国 所以他现在当儿子的话 当得很甘心 但是我们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因为你大家不要 日本人不要低估了 这个历史上的仇恨 当然我必须要回头讲一下 因为我以前 每一年都会到神户去开会 我们很熟 我跟你讲 我在日本遇到的 两股的力量和平主义者 一个是左派 另外一个是广岛那边的反核 这两股力量的人的话 他们是整个日本安田力量 我真的是有一点看不懂 从安倍晋三到 安田文雄 有一点我看不懂 就是说原来我认为 我的认为 跟你的想法恐怕一样 就日本人是非常爱好和平的 认为整个二次大战的过程中 太惨痛了 你如果对于这个战时有兴趣 日本人被核子弹炸死的人 比起他被烧死的人 大概不到十分之一 那个这个非常非常惨的 但是现在出现这种转变 我真的是觉得 除了用这个爷爷 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来解释 这一家人的关系外 其实他真的没办法解释 我跟你讲 台湾极有可能被拖下水 极有可能在这种氛围下 就是说人家在搞休息体的陷阱 你是霸主在面对新霸主 我们这个是老妖 居然跑来当爷爷 这不行的 这就有问题了 因为其实国际跟国际之间 国家跟国家之间 动不动就这样子 有挑衅的动作的时候 万一插乡走火 现在国际间好多个地方 都好像很高的螺旋 在往上升这样的风险 感觉总是到处都有 连台海周边日本 也在冲 大家都在冲 不得了 这是很特别的状况 惠文哥 如果我们最后的结局 是被院教授这样子 一语成诚的话 那我们不能怪院教授 只能说我们 他只是研判精准而已 就是院教授都已经 赖老师都已经讲得这么清楚 我们还是往那条路去走 要变成下一个乌克兰 或变成下一个香港 那要怪谁 我也不知道要怪谁 不过刚才你提到 这个美国这个智库说 台湾缺少像哲伦斯基特质的领袖 我不太懂 这哲伦斯基的特质是什么 对 真的是 演技很好 因为我也特别去查了 这个美国智库 很抱歉 我是没看过 可能我国际新闻看得少 你也没跟我讲 哲伦斯基的特质是什么 就是乱讲话 他是个演员 他当总统 当总统才当三年 他之前都是一个喜剧演员 我不是说戏子不好 就说以前雷根总统也是演员 但是我不曉得他特质 那我真的你把他讲清楚 不然我们谈谈蔡总统的特质是什么 我们蔡总统是辣台妹 他是四军的统帅 我们有网军 哲伦斯基你有吗 我们是防疫的模范生 我们蔡总统看着稿子 都可以讲成五星期 看稿念可以看错 这个哲伦斯基你会吗 这是红准火箭弹你会吗 我们蔡总统会你会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民主的鱼 我们有民主的凤梨 我们还有民主的疫苗 这哲伦斯基你有吗 我当然是反奉蔡总统 我也很想我请问在美国 因为你说我们没有像这 但你了解蔡总统吗 因为你这样两个总统你都认识 就有了解这种人家说 这个不如他 这样我们这比较才有意义 你有来过台湾吗 我都很想质疑这个美国的智库 智库 血编报告都几百万美金的智库 所以我呼应刚刚两位前辈讲 就说这个不管是日本 或是美国这些智库什么 不要来蹭我们 不要来消费我们 我们不能捡进去 千万不能让院老师的预言成真 就说我们会被捡进去 完蛋 都已经讲白了 然后我们还捡进去 这个前修你看这个南韩的官方 因为这是美国的网站 不知道在写什么 南韩的官方你说Official 那你要跟我讲是谁 那你既然官方写不出来 就不要写了 他说如果这个大陆打台湾 美国如果没有介入的话 他会怀疑 我觉得这南韩的官员很奇怪 我就讲乌克兰当我的结论好了 乌克兰打了四个多月了 你有看到美国派兵去吗 你看到美国这样子对乌克兰的 我们还应该对美国有幻想吗 美国没有欠我们 不管是台湾关系法 或是六项保证 美国从来没有白纸黑字写说 如果大陆打过来 他一定会来救我们 一定会出美国大兵 开到台湾海峡来 他从来没有这个法律上面 绝对没有这样的政策 没有啊 对不对 连拜登在日本讲完之后 第二天马上 其实也没有第二天 几个小时之后白宫就改口了 所以我们的政策没有变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 美国没有欠台湾 不要再幻想美国会来救我们 我们要自己救自己 辉文哥讲到说 你没来过台湾 知库学者怎么知道 其实不用来台湾就知道 人家泽伦斯基不用看稿 可以演讲 美国好像很重视的领导人物 演讲能不能激励人心 但是显然 这是他们的判断标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真的是